于成龙出生在明朝 明末的时候 他是公元的1617年出生 成长的过程是在明朝末年 但是他当官是在清朝的顺治18年 也就是顺治最后当皇帝的那一年 他为官23载 全部都是在康熙时期为官 他在康熙23年那一年去世 享年是68岁 现在的这座雕像 它的高度是6米8 从这个帽顶这个位置一直到底下 6米8 大家可以看一下帽顶 来 红色的 看到没有 一品官员 正一品从一品 他们的帽顶就是红色 这是红宝石 这个像呢就被认为是 于成龙当年确实他就长这样 整个像的高度 我们从座子到他的顶上顶住这个位置 高度是6米8 分了两部分 底下一部分呢是底座 底座用的汉白玉雕像雕刻起来 上面写着于成龙三个字 底座高度是2米3 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于成龙围观23年 上部的高度是45 就4米5也就是于成龙这个铜匠是4米5 4米5代表什么 他45岁才开始围观 他算是历史上大器晚成的代表 40多岁了 人家很多很多人都该退休了 对吧 当了爷爷了 儿孙满堂了 他那45岁才开始跑到了6000里地以外的广西罗城 去当了一个罗城县令 我们在这儿来看一下 当时呢就是给他把这个衣服的棱角 看到没有 袖子的这个领角 其实呢打造的非常的尖锐 看到没有 袖子是支起来的 啥意思呢 代表着他呢 两袖清风 我们在这儿呢 连和连结的连 看到没有 它是不是一个同音字 其实用了这个连呀 我们都知道 出于你而不然 讲到连 我们就想到了 爱连说 出于你而不然 他也同样是 另外呢 连和连结的连是同音 所以当时我们在修这个底座的时候 用了这样子的莲花底座 来支撑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 山西神 吕梁士 方山县 玉口镇的莱补村 这个地方呢 是于成龙的家乡 于成龙出身 生活一直到四十五岁 都在这儿 四十五岁 他开始出去围观 打这儿就出去了 在外围观 二十三年 四十六十八岁的时候 在两江总督任上 寿终正寝 我们去那头看 来这儿呢 跟大家说一说 有两棵树 应该是两棵树 一大一小 这个我们又 怎么说呢 说它是树呢 它又不完全是树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是灌木 这棵树叫胃毛 实际上是那种 就是我们 只能长到个一米 一两米的那种灌木 结果呢 灌木长成了一棵 参天大树了 哎 说明什么问题 也许是一种巧合啊 灌木长成了参天大树 于成龙呢 刚好也在这个地方 出生长大 所以灌木也能成栋梁呀 对不对 这个也许是一种巧合 当年于成龙去围观 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把他委任到罗城去围观 哎 他的儿子来送他 送别的时候 他就在这一棵树下 一千一百年了 这棵树有一千一百年 说它是树 它不完全是树 它是灌木 它叫胃毛 但是它很奇怪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棵 胃毛长成树的 唯一一棵树了 一千一百年 唐朝时候的 当年于成龙从这走的时候 他儿子送他送到这棵树下 他给他儿子说了什么话呢 他说 你在家里治家 我管不了你了 那我在外面去围观 你也不要再想我了 他就在这儿 给他儿子说的这句话 就在这棵树下 旁边呢 有一个石头 这个石头呢 上面写着大法小脸 啥意思呢 大臣要尽忠 小官要连结 国家的繁荣昌盛 就靠这四个字了 当然我们要 有法可依 对吧 围观呢 要清廉 国家就能够繁荣昌盛 就能够 发展得好 虞成龙的故居到了 咱们从这儿进去 这里面一大片 就是原来虞成龙出身和生活的地方 以及他的后人在这儿生活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虞成龙他们这儿八斤的老家 这儿八斤虞成龙的家 呃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孔窑洞呢 是这两年给修复起来的 虞成龙当时就出生在这儿 这一顺窑洞有几孔呢 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是第一孔 一直到那个尽头 那个位置是最后一孔 中间夹着三孔 现在的这一套院子里面 原来一共是五孔窑洞 你看 能修这样漂亮的五孔窑洞的 但前面肯定还有个大院子呀什么的 那当时他们家的 其实不穷 啊 因为家里呢 是这么多带 也是祖上也是当官的 其实家也不穷 有五孔这样的窑洞 当时虞成龙就出生在这儿 我们在窑洞里面去看一下 走 公元的1617年 哎 一个男孩姑姑坠地了 他呢 当年就出生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窑洞里了 但是这个窑洞呢 我们呃 后期是一直有他们的后人在居住 但是慢慢的 因为整个窑洞呢 垮塌了 包括旁边也垮塌了 已经不能够住人了 所以后期人们就搬出来了 这孔窑洞现在留下来 还在做修复当中 现目前里面没有太多的一个陈设 前面那个位置是看 左右两边是收集来的这些老箱子 老柜子 现目前这个位置呢 暂时还没有做一些布局 以后慢慢的布起来了 咱们这呢 应该会给大家做一个 于成龙出生时候的场景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房子呢 是于成龙他老爹的旧居 于成龙的爹地呢 叫于世皇 于世皇有两个儿子 老大叫于化龙 老二叫于成龙 两个孩子都希望是成龙成为国之栋梁 所以一个叫于化龙 一个叫于成龙 还有他老爹 这边呢 三套院子 分别就是他老爹的 他哥哥的 还有就是于成龙他自己的 于成龙去世以后 康熙皇帝给他亲赐的嗜好 叫亲端 亲端的意思就是 亲关的亲关之手 端嘛 之手 亲关之手说的就是于成龙 这儿呢 是后期 他的后人们给他建的一个 亲端宫祠堂 里面看看有没有 哎呦 还有 来 这个里面 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点意外的是啥呢 有点意外的是 为什么这幅画 他竟然是明朝的画呢 对不对 其实这幅画呢 画的是他们的祖上 他们于家 祖上在明朝 朱祁玉 明代宗 朱祁玉 景泰年间 出了一任大官 也是当的巡抚 他呢 叫于坦 坦克那个坦 这一套院子呢 是于成龙的哥哥 于画龙的家 就在这儿 这儿呢 先目前打造出来 但是里面没有做成设 这儿就是于成龙的院子了 这个院子有点大啊 进来之后一样的 有一块隐蔽墙 这个呢 是挡风聚气 另外挡主人隐私的 这儿啊 就是于成龙的家了 其实也很简单 但是那个时候 于成龙他们家也不穷 两兄弟 做点小生意 再种点钱 还是可以 一家人呢 还是能够和和美美的生活 但是于成龙一生的志向不在这儿 尽管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把于成龙的这个官运给耽误了 但是呢 到45岁 最终还是走上了仕途 而且23年的时间 最后做到了两江总督 丰江大利 一生当中三次举桌意 桌意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省 或者一个市 选一个优秀的代表出来 就是官员里面的最优秀代表出来 进行破格的提拔 这个呢 一生当中三次举桌意 就是很多官员当一辈子官 一次都不可能的 很多官员都没有一次 但是于成龙呢 是三次举桌意 被康熙皇帝一次一次的破格启用 最终走到了两江总督任上 从一个小县令 做到了丰江大利 那是相当相当厉害了 这儿就是打造出来的一个于成龙的呃 一个卧室 旁边这个是 其实应该也是主要 是目前呢 打造出来了一些 嗯 展厅 这个展厅里面 呃 有那么一些收集起来的旧物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讲的就是于成龙告别假乡 要进入到他 当官时候的 啊 一个一个展厅了 所以这儿呢 有一个告别家乡 前面呢 说的是他家乡的一些生活